在这一边他要find the equation of the perpendicular bicycle of a straight line joining 这一个跟这一个 他要perpendicular bicycle的话呢 我给他这个是a 跟这个是b so首先perpendicular bicycle 他会经过他的midpoint so他的midpoint呢 就直接-2加4除2 然后5加7除2 然后他就变成2除2e 然后这一个是12除2 6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a b呢 会是等于那一个7-5除4-2 7-5就2 4-2 6 它是三分之一 so他叫的是perpendicular bicycle 所以我的m1乘m2会是等于-1 所以我的m等于-3 你就negative导板过来 你放个negative 然后导板过来 就是你要的gradient了 然后你的-3乘1% 它就变成-1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就知道它的gradient是-3 然后它经过的点是16 我用那个y-ye等于mx-xe 这个formular ok y-ye等于mx-xe这个formular 所以我就有y-6等于-3x-1 所以它会变成-3x加3加6 所以我的y会是等于-3x加9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y等于-3x加9 然后我们接着要去那一个第9题 ok 我在这一边我只选那一个我的学生问我 他不会的题目而已 然后他们没有问了上第8题 都没有人问的话 就是他们都会 然后这样的题目我都不讲解了 我就只是讲解那一些有学生问我的题目 ok 好 来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这个就这样 在这一边 他告诉我pqr是一个三角形 然后qprp那边是90度 ok在p那边是90度 所以你在这一边你就想象一下 你有一个直角三角形 然后他在p这一边是90度 所以这个是p-6-4 是那个90度的那个地方 ok-6 然后-4 然后q是0 然后p是这一个 我随便放啦 这个q是0n 然后r是4-9 然后他叫你find the value of n 这样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知道 就是说我的这一边垂直嘛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我的gradient of pq 乘gradient of pr 会是等于-1 所以我拿n-4 n-4 除0-6 等于-9-4 乘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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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等于哦 乘-9-4 然后4-6 等于-1 所以他是m加4除6 乘-9加4 乘-5哦 4加6 10 等于-1 我这边我先去减先 155 250 然后我整个 是-12乘过去 所以我就有n加4 等于-1 乘-12 所以他是12 所以我的n等于12-4 等于8 所以我拿到我的n等于8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n等于8 OK 呃在这边第9题 第9题是n等于8 对了 好 然后接着我们 我们这一个是第9题 然后接着我们还有这个是第9题啊 然后我们接着还有他要的是第10跟第11 我的学生用的还有第10跟第11 ok 好 第10题在这边 他说我的abc是三个点 equation the straight line that passed to p b 然后又 那个perpendicular to ab 所以b是什么呢 b是70 然后我的gradient of ab我找出来 10-0 除7-3 它就是shit over shit 它就是1 我的gradient乘1等于-1 所以gradient等于-1 然后它经过的点是70 所以我就有y-10等于-1 x-7 ok y-y等于mx-x 所以它变成-x加7加10 所以我就有y等于-x加17 ok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答案 y等于-x加17 然后the 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that passed through c 然后paralleled to ab so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paralleled to ab 就是说它gradient等于gradient of ab 也就是1 然后它经过c c是什么呢 c是6-1 所以我就有y-1 y-1 y-1其实是y加1 然后1 x-6 所以我就有x-6-1 所以我的y等于x-7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y等于x-7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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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hens find the coordinate of d 然后它是这两条intersect 然后它是这两条intersect so这两条intersect的话 这个是我equation1 这个是我equation2 我做semarthenics equation就可以了啦 ok 我就sub我的equation2 into我的equation1 所以我就有x-7等于-x加17 so我就有2x等于24 我的x等于12 ok 在这一边我把这个绑过去 减变加减变加 所以我的sub 我的x等于12 into我的equation2的时候 我的y等于12-7等于5 所以我的d是12-5 所以它答案是d 12-5 12-5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1题 ok 这个是第10题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第11题 第11题是这样的 ok a car move with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这一边 这一个就new 这一边 然后straitline a b equation是这样 然后straitline b c 脚abc是 90度 所以脚abc是90度的时候 你就心里想啊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就是90度了 然后就是说 我的a去b去c这一边 它ab 脚abc abc就是在b这一边是90度 所以就是说我在这一边 我的gradient of ab 乘我的gradient of bc 就是等于-1 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ab的 我把这个搬过去 这个搬过去 所以我的ab这一边 它带有3y等于x-6 y等于1%x-2 为什么我会拿到这个东西呢 我全部一起出3 出3 出3 所以在这一边 我可以知道我的gradient of 那个ab 其实是1% ok 然后它叫你找equation of bc if carq pass through 这个 ok so 我的gradient of bc 会是等于-3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那一个1% 乘gradient of bc 等于-1 所以我的gradient of bc 就会变成-3 我把我这个3 乘上去 才会变成-3 可是事实上 我都是用来看的 直接加变减 减变加 导板过来写 就是它的答案 所以在这一边 我的gradient 是-3 它经过的点是c 5-7 所以我就有y 加7 等于-3 x-5 所以它变成-3 x加15 -7 所以y等于-3 x加8 so 它就y等于-3 x加8 so这边 y等于-3 x加8 这个就是我实义题的答案了 好 就是这样 这一题我觉得难度是在哪里 难度是 但学生不懂 交abc b垂直 90度在这一边 然后就ab3 cbc 他不懂这个 他就没办法做到需要的 好 就是这样 1 3 2 3 2 2 1 2 2